老師那這些上榜的星座 誰提完分手 馬上就後悔 天蠍說完就後悔啦 如果天蠍 還是很在乎對方 爬也會爬回來好不好 天秤更愛面子啊 對不對 都已經說分手了 咬著牙也會說 不 不後悔 我們天蠍不一樣 我們天蠍會後悔後悔 對不起對不起 表面風平浪靜 其實內心波濤洶湧 哪些星座平時靜悄悄 但其實爆發力十足 衝動起來疊破你眼鏡呢 恭喜上榜 天蠍座 天蠍座對外表現和氣 對內其實是 做某些決定時候 其實是蠻不顧他人的 他們平常很能忍 因為喜歡顧權大局嘛 所以遇到一些蠢事的時候 他會告訴自己 要忍 要忍 要忍住 可是如果面對白目的人 不斷的挑釁 或屢勸不改 他可能就會 一口氣爆發出來 所以他們的衝動 有點像情緒失控 他就會大聲的吶喊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而且天蠍座的人 一旦衝動暴怒 他就會失去優雅 不顧身份 然後也會失去理智 你有看過 衝動暴怒型的天蠍嗎 那是因為他們忍無可忍了 水瓶座的自我意識 其實蠻強的哦 他們要做某件事的時候 四輛車子都拉不動 這時候如果有人要跳下來 跟他一起坐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的決定是對的 因此 直線思考的水瓶 衝動起來是不聽權的 就像我有一個水瓶座的朋友 不顧朋友勸告 硬要跟前任複合 複合之後又覺得不對勁 然後又衝動分手 就這樣不斷輪迴 而且水瓶座有個特色 就是他們分析別人的事情 頭頭是道理 表裡分明 但是遇到自己的時候 頭腦發熱 不清不楚 擁有自由靈魂的射手 做起事情來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當然就是很樂於放飛自我咯 所以他們行動 永遠跑得比意識還快 有聽說過一個射手座的朋友 早上起來覺得頭髮怎麼這麼重 下午就在髮廊把急藥的頭髮剪掉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射手座 挺後悔的 但是他們的後悔也很短 射手會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衝動了 只不過反省過後 他下次依然那麼的衝動 天蠍座其實很多方面都被高估了 什麼陰沉啦 心機重啦 冷靜啦 不要看天蠍這樣喔 有時候看起來冷冰冰的 但其實他們衝動起來 是會讓你嚇一跳 有時候衝動也不見得是生氣啦 有時候只是在大賣場一轉眼之間 他已經買了一台電視 一台冷氣跟三包冷凍視頻 有那麼一點購物狂的傾向 小到生活用品啦 大則是房子啦 家電啦 他都可以瞬間下手 另外 激象法也非常能夠刺激天蠍喔 如果你說天蠍座 你這件事應該做不到吧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會非常的想做給你看 摩羯所有的不是很穩重又追求穩定嗎 這樣的摩羯也會衝動嗎 其實摩羯的衝動是希望自己 不能輸 跟人家拚命的感覺 絕對會使他們很衝動 活到一定歲數的摩羯 就會忍不住覺得 我到了這個年紀了 我是不是該買間房子了 我到了這個年紀了 我是不是該結婚了 由於他自己有一個時間表 或有一個壓力使然 所以他很可能就會衝動地去做 即使手頭沒錢 也硬要買間房子 即使沒有那麼地想結婚 也會因為想要符合社會的期待 勉強自己試試看 另外他們的衝動 也可能源自於不想再受苦了 比如說曖昧得很辛苦 就衝動地告白 喜歡就在一起 不喜歡就分開 不要再讓我受苦了 你以為早死早操生 那就會死得很快哦 老師這幾個上本的星座 誰衝動起來是最嚇人的 我覺得摩羯吧 因為摩羯的衝動 有一點像是 你計畫了半天忍了很久 然後輕手地把它 把那個骨牌推翻的感覺 老實說我覺得其他星座 修煉修煉人 還是有機會不要衝動的 比如說天憑衝動 失了身份的那一個 他可能覺得他的身份 不會真的失去 所以他還是有恃無恐的 我覺得 那天蠍也是啊 天蠍比如說 我們衝動也是因為 我們覺得有勝算 比如說錢 這一筆花出去 還是有勝的 我們也不至於花到見底 但摩羯會破壞自己的計畫 所以我比較為摩羯擔心 如果已經知道自己很容易衝動 而衝動是魔鬼 我們就要好好的自我修煉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